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言片语 能否揭开他内心的秘密 遗书上的妻敲电话 发在身边 正在讲述 杨师傅与妻子桂平结婚十几年了 两个孩子都还不满十岁 为了增加点收入 他的妻子去了外地打工 每隔一段时间也会回一次家 那他平时多久回一次家了 开始走路就回家了 好几个月才回一次家 今年5月1号这天 杨师傅特意把家里收拾了一番 因为妻子可能放假之后会回来住几天 可直到晚上依然没见妻子回来 打了几次电话没打通之后 杨师傅就和两个孩子睡下了 然而到了5月2号凌晨时分 杨师傅突然接到叔叔打来的电话 说桂平出事了 当杨师傅和他叔叔来到派出所的时候 并没有看到桂平的身影 桂平这是出什么事了呢 既然是受伤了 为什么不先去医院 而是在派出所呢 这时杨师傅看到了这么一段视频 瞬间他的脸色变得煞白 这段视频只有短短的十秒 视频当中的人正是杨师傅的妻子桂平 很显然他是要轻生 现在的当务之急 那就是赶紧找到桂平啊 可是桂平在哪呢 因为桂平的电话打不通 杨师傅直接联系了救护车 就往桂平租住的地方赶了过去 此时距离桂平发出视频刚过去一个小时 如果抢救及时的话 可能还有希望 当众人来到桂平所住的房间时 却发现门紧锁着 里面没有任何动静 桂平不在房间里 地上也没有血迹 那就说明他不是在这里出的事 可此时他又在什么地方呢 隔墙那个小伙子他就告诉 他昨天下午打电话的还在 后边一直四点多五点打电话走了 一直在没 下午四点多五点多走的 走了以后就这样没有回来 什么拍子做人家也给掉了监控了 也没有找到 也没有找到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每耽搁一分钟 桂平的危险就多一分 然而此刻他的位置却迟迟无法确定 刚开始是你吃上去的 刚刷了吗 你用了这些五六点 你吃上去的 那好好地吃话 你该笑笑你的两个盒了吗 这话不价是危险 不价也是吐山的你啊 说话嘛 你知道了吗 你咋别做来少了 在出租房没有找到桂平 大家的心情啊 就变得沉重起来了 这信息发了无数条 电话打了无数个 桂平那边呢 却始终没有任何的应答 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去哪 也没有人知道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大家是干着急没办法 找不到人 那么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 女子情况危急 她的位置迟迟无法确定 我再走 走了一晚上 一上午都没走见 无人应答的房间里 又藏有怎样的秘密 不到四点之后 大家去敲门 然后呢 一打开又喜欢 夫妻间的矛盾 是否让他难以承受 秘书上的七敲电话 发在身边 正在讲述 从桂平所住的出租房出来之后 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 距离桂平发出视频 已经两个小时的时间了 杨师傅等人 也联系过的亲朋好友 但没有人知道 桂平在什么地方 从桂平所发出的视频可以看出 他是在一个房间内 所以大家猜测 桂平此刻应该是在一个宾馆或者酒店 然而出租房附近 所有能住宿的地方 找遍了 都没有桂平的线索 直到第二天下午的三点 十几个小时过去了 桂平依旧没有找到 除了杨师傅的家人 派出所的民警 也在不遗余力地 通过各种手段 确定桂平的位置 但是一直没有消息 此时的杨师傅有些绝望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希望有人能够 及时地发现受伤的妻子 然后把他送到医院去 因为他知道 妻子一旦出事了 对他乃至对整个家庭的打击 那无疑是巨大的 我说这行个一行 我说这么话 我说这个三话就不好 然后我说这个三话 两个孩子还小 5月2号下午5点多 距离桂平发出视频 17个小时 正当杨师傅等人 还在漫无目的地找人时 派出所的民警打来电话 人找到了 此时的杨师傅如遭雷击 尽管已经知道 妻子可能凶多吉少了 但当这样的事实 摆在面前的时候 他还是无法接受 事后杨师傅了解到 发现妻子的地方 正是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内 晚上8点左右 来的时候就他一个人 就没有别人想的 据该酒店的经理回忆 桂平是在5月1号 晚上8点左右入住的 期间还出去过一次 到晚上10点多回来之后 就再也没离开过房间 他开的是会员房 然后下午3点退房 然后我们也一直 电话也联系不上 就让大姐去敲门了 因为他钱还够 我们就一直就没有管 可能客人有啥事 然后4点 不到4点之后 大姐去敲门 然后呢 一打开就喜欢 发现卫生间有异常后 保洁员赶紧通知了 酒店负责人并报了警 最后 120也赶到了现场 经过医护人员的确认 桂平已经死亡多时 这样的消息 让杨师傅有些难以接受 他觉得是酒店耽搁了救援时机 酒店经理声称 在桂平入住的时候 也进行过登记 但可能是因为系统原因 导致桂平的信息 没有及时上传 那么该酒店 是否会基于这个原因 而担责呢 目前呢 死者的死亡时间尚未确定 也无法去确定说 如果当时网络正常 入住信息能够及时上传 是否就可以一定救下这个女孩 目前九点方没有过错 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但是呢 可以基于公平责任的原则 基于适当的补偿了 也希望家属们可以接哀 桂平的突然离世 对杨师傅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大家都想不明白 桂平为什么要这么做 现在这个女的挺好的 挺好的 我们也出来进去 看住房子 每个住房碰上 打个招呼 啥呀 你平时接触下来 她是比较乐观 还是经常说一些 看见是 不是非常悲观 就是乐观的 我看见她 她的西哥也不是 那家的西哥 我觉得 她的人 她的人 在酒店的房间内 杨师傅还发现了 妻子留下的一封遗书 凭着这份遗书 能否揭开桂平 轻生的原因呢 桂平留下的遗书 写在一个生字本上 共有五页 里面的内容 除了对家人的嘱托 以及表达 对两个孩子的亏欠之外 说的最多的就是 太累了 承受不住了 那么 她又是因为什么 觉得累呢 就在杨师傅 继续往后看遗书内容的时候 一个名字和电话 赫然出现在纸上 你只把这个人 写了这个人的名字 和电话 桂平在遗书上 为什么会写着 一名男子的电话呢 这个人既不是亲戚 也不是朋友 为什么会写他的名字呢 说起这个电话和名字 杨师傅并不陌生 他说 这名男子叫岳明 和他是一个村的 这些年 岳明也一直在外打工 可桂平 为什么要把岳明的名字和电话 写在遗书上呢 我们注意到 在岳明的名字和手机号的前面 还特意写了联系电话四个字 桂平这样做 到底想表达什么呢 那这个视频是谁对这家收到的了 这是这个男的 谁给他发的了 这是我老婆给他发的 你老婆发给这个男的 这个男的 谁也不给发 只有他发 那个我下去的时候 他姐姐 还有这个男的 他们已经在这儿逃命 出乎意料的是 先前杨师傅所看的视频 也是岳明第一时间收到的 这就让整件事情看起来 更加突朔迷离 他光给你发了个视频 还是他说什么 当时是 只跟我发了个 我就想 我为什么还不给发 为什么给他 你们当时间道不起 第一时间收到视频 遗书上有名字和电话 种种迹象 让杨师傅觉得 妻子这事 很可能和岳明有关 那么 实际情况 又是怎样的呢 在这些蹊跷行为的背后 到底藏着 怎样的隐情呢 发出视频 留下名字 他到底是何用意 就是给他发的 就是给他发的视频 一笔难收回的欠款 因何了 他难以解的心结 朋友圈发出信息后 为何受到了众人的非议 他还知道自己的事 就是出来 我家也忙 我也回来也忙 遗书上的妻敲电话 发在身边 正在讲述 杨师傅说 妻子桂平六年前 曾在村子里 开过一个麻将馆 当时岳明 经常来这里打麻将 一来二去 大家就熟悉了 麻将馆虽然不开了 当时杨师傅经常听妻子 说几月明 他怎么说的 他说不行 这个街非外套有什么 那就是 对于欠钱的事 桂平的朋友 之前倒也听桂平说起过 他就跟我聊过 就是说有人拿钱了 他说这个事情 我还缺了他 我说别要了 我说那个钱没多少 我说我也不知道他多少 我说接他自己这样 去也快去 想开掉 难不成 桂平就是因为这笔债务 要不回来耿耿于怀吗 据杨师傅的表哥事后了解 桂平出事的前两天 还曾和岳明有过一次争执 岳明的说法是 出事前两天 桂平确实找他要过钱 但是两个人并没有起争执 为了尽快让岳明还钱 桂平还做了这么一件事 在桂平发了朋友圈没多久 岳明也确实还了一部分钱 但是没过几天 但是没过几天 桂平又在朋友圈发了这样的一条信息 此后 这一条信息 我说要是干三十两天 我说 书边哈喇的味道 人家坐着就会靠着 跟大爷串的味道 又不是那一切的 借钱这个事情 让杨师傅很生气 夫妻两人经常因此吵架 后来桂平赌气离开了家 去了外面打工 有很长一段时间 夫妻俩都不怎么联系 直到今年 两人的关系才有所缓和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桂平还主动打回电话说 要回家 因为三千三百元的外债 迟迟无法收回 桂平就选择了轻生 这让人感觉似乎有些难以置信 可如果说不是因为这个 又怎么解释 桂平在出事之后 只把视频发给了岳明 还在遗书上 留下岳明的名字和电话呢 种种蹊跷之处 实在让人难以想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了 然而对于这件事情 岳明却声称 他并没有再向桂平借过钱 此外 他与桂平之间 也并不像杨师傅所想的那样 他是说接一万五了 那不是发生着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他 他 你要是把财务几件都给你 给你付出 不算 他就是要跟他 都可以找到 就是这个事情 我就跟着你 也没有其他事 现在回想整件事情 杨师傅猜测 妻子可能就是因为 发了几次朋友圈后 让大家产生了误会 心里面有了压力 之前发了这个朋友圈 他还觉得自己的事 就是出来 我家人也忙 我也回来也忙 他在这边 所以发出这个人 都在贫折他 他自己觉得就 哎 这个人发的没心 后来我说他们今天 发了个朋友圈 有人就说他了 你看当时我一直都 肯定他都在床上了 我还记得他做的 留着做了白铁 我还缺了他白铁 我不以为他 能够做出这个事情来 关于借钱的 种种前因后果 因为贵平的离去 我们也不得而知 在此我们也提醒大家 当有人向我们借钱时 我们首先 要对借款人的信誉程度 还款能力 有一个充分的了解 其次在网出借钱时 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 都应出具借条 或者有中间人在场 防患于未然 当借款人欠钱不还时 我们应当拿着借条 或者相关证据 利用法律武器 维护自己的权益 看完了这起案例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心中会做何感受 贵平已经离去了 关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也只是活着的人的一种猜测 而真正的答案 也随着贵平的离去 深埋地下了 生活嘛 难免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拿得起来 放得下去 用冷静的心态 豁达的心胸 去做出恰当的选择 有趣 有始 好好活着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律师 快文快答 我家养的是小狗 那天出门诺狗的时候 旁边窜出来一只大狗 把我咬伤了 把小狗咬死了 现在对方不承认是他家的狗咬的 我该怎么办 首先你要收集证据 看当时现场有没有监控 或者其他的证人 能够证明事情经过的 准备好这部分证据 再加上你就医的所有票取 以及证明小狗价值的一些证据 你就可以到白亚去起诉 这个宠物的饲养者 或者管理者 要求他来赔偿你了 昨天上班的路上 被同事撞倒了 去医院检查发现骨折了 现在同事不管不问 该怎么办 首先你要收集一下 同事撞倒你的相关的证据 以及你就医后的所有的票据 然后就可以到白亚去起诉对方 要求对方赔偿你这些损失了 我母亲去年10月份 被外卖起手撞伤了 起手光赔偿了医药费 不给赔偿无公费等费用 给外卖平台打电话 对方说起手不赔偿 他们也没有办法 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要先看这个事故的责任 是如何来认定的 如果说认定是对方权责 那么你法定赔偿项目的 这些损失 对方都应当全部来赔偿你 其次呢 我们要看这个起手和平台 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如果起手和平台是劳动关系 那咱们也可以去找平台来索赔 如果起手和平台是合作关系 那咱们就只能向起手来索赔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